像这个底下要不是个河的话 应该是个大火 哎 哇 喷水了这个 不喷水的话不一定带不带肉 但是喷水的一定是个火的 这个特别深啊 这个 我们挖的时候稍微挖深一点 它底下应该有一根线 然后把那个线耗断 就可以把它拽出来 哇 哇 这个很大 这个好大一个大绿背 这个也叫带子啊 就里面的肉很饱满 但这个打不开啊 这个 特别紧 里面的肉很饱满 只能吃那个中间里有一个柱 那个柱叫带子柱 只能吃那个柱 就是内脏其他的那个裙边什么的都不能吃 这个壳其实蛮漂亮的啊 给它吸血 哇 哇 哇 来了一个浪 来了一个浪 哇 天哪 看 大绿背 是货 这个应该是海边小朋友过来挖的洞 这是个小城堡吗 沙都干了 这个 一掌潮的话就没了 刚才他们有的都抓了满满一桶 这个 大的城王 这个刚才没退 退了之后才能抓 从这里下手 把它那个后路给截断 让它跑 你要是顺它那个洞直接挖的话 那它就跑得太快了 每次抓城王的话都是一个体力活 这个很深啊 这个我们刚退的时候可以慢一点挖 不用太着急 一产是一产的 要是退了很长时间的话 它就跑得太快了 哇 城王差不多在底下30公分吧 哇 感觉到 哎 有 出来 要出来了 哇 这个挺大 这个 还可以啊 看 这个小鼻子 小鼻子断在里头了 还喷水呢 这个就是大货了 收获收获 像一般的小橙子 撒点盐自己就出来了 这个的话必须要挖 看见没有 跑得可快了 这个 小片口 哎 怎么又回来了 这个比较小 这个 它握沙的话就是这样握 等到这边潮水退了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小鼓抱 看到 就在这 握沙握得可快了 这个 这个还是有点小的 这个 放了吧 等它长大了之后再过来抓它吧 走吧 其实这个煲汤可鲜了 这个 海边这个季节的话 经常会出现这种小片口 也是比较多的 这种鼓抱的话 一看就是个八爪鱼 等到七八月份的话 海水变热了 它就不出来了 就现在这个季节抓刚好 很大 刚才那个大爷来的比较早 抓了七只 还不错 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回家抱个头吧 你看 这个小管的话 就是它喷沫的管 现在这个季节的 少运哥都带大米 看来 中文字幕——YK